这是马克思主义学院 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中 这个阶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新生概念 那么阶级啊 大家知道我们以前是什么都说是阶级 而且阶级就能无处不在 对吧 就是要什么前面讲 越越讲 前面讲 结果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后来到了改革以后 我们就 这个以前很令人反感了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就不太一样了 是吧 可是这个改革这几十年来啊 实际上是因为大家知道出现了很严重的不平等 是吧 那个 就我们现在讲的什么两极分化啊 什么都都很严重 是吧 这个两极分化那么严重的情况下 如果不用阶级那么该用什么来 嗯 形容这一切呢 那么会成了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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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那个时候啊 尤其土改在老区进行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地主和农民的区别 因为 嗯 那么华 尤其是华北 华北在传统时代 土地就是比较分散的 啊 就是赤耕农为主的第一 所以讲上 所谓的老区就是抗战时期共产党已经 呃 治理过很长时间了 尽管抗战时期 共产党没有搞很激烈的土地改革 但是他的演组演习啊 工程复杂啊都是针对富人的 是吧 因此在 抗战时期经过共产党治理的这些地方啊 基本上是非常平均的 是吧 因此 抗战以后再找土改的时候 那说实在的 那个 那个时候有一点鸡毛蒜皮的 那个那个 差别 就被 说成是需要找一场移土活的症状 是吧 嗯 那个我们看到那个 人民日报1947年 当时土改进行重元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 经济主义地区有一个典型声调查 就是南平乐声 他说南平乐声呢 从四十年到现在已经搞了七次军中军中了 但是 上面还是在美 承担着很严重的 那个 阶级斗争 是吧 他说啊 他就举了几个例子 他说比如 金币装自由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金币就是精明地主 是吧 指的是那个 不出租土地的 而是不公精明的 地主 按照这个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 一应该是属于资本主义 嗯 那个那个 因为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嘛 而且我们抗战的时候 一直把金币装当做和城市的工商业一样 当做 呃 是资本主义关系的 但是到了解放在程中要搞俗改了 后来就发现如果在华北地区 如果把金币装不算是封建 那你的本就没办法搞俗改了 因为华北不但地主本身少 华北的地主 出出土地的也很少 大部分都是雇佣劳动的 是吧 所以后来就 呃 那个 从那个 呃 呃 武士指示就开始讲 那个那个 那个 金银地主和都天地主都是中间关系 两者没有任何区别 是吧 那么这里就提到一个金银地主 说这个叫做张自如的金银地主啊 呃 他的 土地比较多一点 造成他的 呃 呃 农业收入比传称平均数多 多 多多少呢 多百分之五点三 是吧 也就是说平均数是一百 但是一百零五 那就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啊 那么上面又提到一个人叫金币丁国平 这个丁国平 他的收入比传称平均数多多少 他没有讲 但是大家如果略为 懂得一些算术 就可以算得出来 因为这个 金币丁的人均收入 只相当于张自如的一半 而张自如只不过是比 平均数要多百分之五 那是观众这个道理 金币丁国平就应该是连平均数都达不到 是吧 但是他们说这当然是很严重的 因为 这个金币丁有一个儿子当小学校师 每月可以有一百二十斤小米的工资 是吧 于是他的老婆 呃 穿得干干干净净的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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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好像就是严重的不平等 是吧 于是就以这个为理由 啊 说这个土干 还是要那个充分发生权重 把他们都斗一下 是吧 大家知道 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死了很多人 是吧 在在这样的背景下 呃 但是这个每个城市都死了很多人 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就是为了所谓的百分之五 比比人群收入多百分之五 或者说甚至人群收入还少 只不过有一个儿子领工资 是吧 就是于这样 是吧 呃 这种表情会写的 得出来的结论几乎都一样 啊 就是人的表 呃 有人上那个福库寺那个排行榜 是吧 现在中国的福库寺排行榜 已经有很多了 是吧 呃 那这麽零点五也就是说 它已经超过了几乎所有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是吧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那个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后 它的经济系数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没有一个国家超过0.4的 是吧 都是在0.3 是吧 那麽八十年代以后 由于残球化 是吧 由于我在我们可以另外讨论的一些原因 现在有所增加是吧 是吧 美国现在好像是超过了0.4 是吧 但是也比中国低 是吧 呃 大概除了什麽拉美啊 非洲啊 一些国家以外 中国现在已经飞去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悬数已经很大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反而 学口不提阶级了 是吧 然后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时候 就经常用一些什麽 一群体啊 社会集团啊 社会分层啊 等等这些 比较绕口的名词 是吧 来去判断这些 来去分析这些差异 而这些名词 到底和阶级之间是什麽关系呢 是吧 这的确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麽叫阶级 是吧 通常我们讲的阶级 和马克思主义讲的阶级 啊 之间又是什麽关系 是吧 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啊 实行的说实在的 不但是出这不够的阶级政策 而且是非常强硬的阶级政策 是吧 像 呃 像这种广告牌 像这样的这些说法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我这里指的是民主国家 是吧 是吧 可能有的 是吧 是吧 那麽 这个 就是人类的历史 就是阶级这种事 后来到了 那麽 共产党宣言 好像是18 八几年版的时候 由于当时有了那个 摩尔登 呃 由于摩尔登 那个 世俗社会 那个学说的影响 呃 当时 呃 马克思恩格斯 已经有了所谓原始社会 这样的概念 是吧 就知道 早些好像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所以 所以 共产党宣言后来修改的时候 就改成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 都是积极斗争的 是吧 就是 把那个 原始社会就排除在外了 呃 可是原始社会 它就真的就是很平等 是吧 其实不要说原始社会 就是我们 研究动物学的人都知道 在动物世界中 就不是很平等的 是吧 那个那个 很多动物都是有分成的 是吧 就是蚂蚁啊 蜜蜂啊 都有以王以后兵以公义 是吧 那个那个 那个兽群里头也有那个那个什么 头羊啊 头狼啊 是吧 那个那个 那个野兽中的那种 那种 那种弱肉强食就是很厉害的 现在我们经常有一个说法叫做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这个所谓丛林社会指的就是野兽中的社会 是吧 那么 如果说野兽中的社会都有弱肉强食 那么人类社会中野兽社会中进化而来它又怎么可能会有呢 是吧 因此如果要说 这个 这个 生物群体中存在着 不仅等存在着一些生物 其他另外一些生物的现象 或者我们通常讲的弱肉强食 这可以说是那个不仅要是人类社会 就是在动物界都有的 是吧 可是如果有人说动物界也有阶级 这就好像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笑话 是吧 通常人们不会用阶级这个概念去分析 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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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社会 是吧 那么当然 人类社会进入文明以后 当然它也存在着个严重的不平等 是吧 我们 比方说别的就是从 我们古代的文人中都可以知道 是吧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杜甫的名句 啊 猪门酒肉臭 路由宋师徒 是吧 那么这是不是 这当然是不平等 但这种不平等是不是变异呢 是吧 这里头就有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猪门酒肉臭 猪门到底是指的谁呀 是吧 是指的地主 还是指的资本价 是吧 大家想想这个所谓的猪门指的是什么 大家如果看看书就知道 在那个时代啊 什么人能够把门齐成猪门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是吧 绝不顺你付了就可以 就可以这样的 是吧 否则的话你要犯罪的 这是建业 是吧 这是这是不得了的事 是吧 就像我们 假如以前啊 哪怕你有钱 你也不能做红旗牌小轿车的 是吧 红旗牌小轿车的规定 那是 那是部长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做的 是吧 你就是 那是 听上 你做个什么越境牌啊 赴皇牌啊 是可以 是吧 这就有一定的规定 规定的 这个猪门有 猪门那有些朝代就规定就是皇家的 是吧 有些朝代规定一品以上的新郎啊 什么什么都可以 是吧 是吧 总而言之猪门 它肯定指的不是地主 是吧 也当然更是资本家 是吧 甚至你都不能说它是妇人 是吧 所谓的猪门其实就是高级权贵 是吧 黄金国戚 是吧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是指的有权力的人 是吧 猪门有肉兽 路有重死 古其实讲的是 有权有势的人和无权无势的人之间的区别 是吧 那么这个是阶级吗 这当然是不平等 是吧 这里头我要讲了 马克思主义虽然 经常看到阶级 但是马克思他不下五六次的 至少我看到的就是五六次 呃 讲过 阶级这个概念 不是他发明的 是吧 阶级这个概念 最早是 呃 如果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 当然现在有 搞学术史的人 人要认为体员更糟 是吧 那当然马克思自己讲的说法 就是在那个福币时代 法国的一些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就用这个东西来分析那个 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些政治现象 是吧 其中最有名的两个人就是那个基左 米列这两个人都是在1850年前后他们的著作的那个高潮时期 都是在那个福币就是1815年到1848年之间的这个时期 那么马克思承认阶级这个概念是基左米列这些人先于他而提出的 而基左米列明确的讲多 他们讲的阶级是指的 赐营社会中的概念 是吧 而且马克思他在他的一个一封信心里头 可能大家都知道那是我们引用程度很高的一封信心里都讲 无论是阶级还是阶级斗争都不是我的发明 我的发明只是在两个 一个是 一个是证明了这个阶级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似 这里我要讲 我所有讲的都是大义而不是他的原话 因为我没有那么好的背空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意思是不会理解错的 一个是说这个阶级是随着这个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挂钩的 是吧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阶级是吧 第二就是说这个阶级它的发展一定最终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吧 为什么马克思有后面那句话呢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讲题讲的 就是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吧但是我这里首先要讲的就是 从马克思这句话本身讲 他讲的阶级其实就是特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是吧或者说是市民社会中的那个阶级 因为因为你如果是奴隶社会 因为宫建社会那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是吧 他说这个阶级斗争的发展一定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那他当然他讲的肯定是我们讲的私人主义社会中的阶级 是吧因此马克思他的宿舍从关于阶级的认述啊 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个有序的矛盾 那有时候他把阶级当做一个普遍性下 也就是说只要是不平等 只要是有存在着一些人欺负另外一些人 那么他就认为这是阶级是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人把 比如说苏联这个国家后来建立了造成是社会主义 但是后来有些人就发现这个国家仍然存在着一些人欺负另一些人 是吧因此有些人就说 这个苏联式的国家也有阶级 是吧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伊拉斯写的那个新阶级 是吧而且后来又有了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啊 什么什么等等说法是吧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也有阶级 那按照这个原道理那就是中目中当然也是有阶级的是吧 可是在另外一些场合 你又似乎觉得马克思讲的阶级其实是特殊的 所谓资本体系社会的是吧 比如我刚才讲的那段话 他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争 所以显然他讲的这个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是任何社会的是吧 比如说农民战争就不可能导致无产阶级斗争的是吧 按照我们以前的那个至少是最正统的意识形态是吧 也不会是这样的是吧 而且马克思在资本那么和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中啊 都再三强调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是和以前不同的是吧 那个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啊 他往往把阶级当作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现象 而且他讲的阶级特指的是人们带有生产资料的不同 在这个意义上才能阶级的是吧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呢我们官方编的知识经济学词典 里头对于剥削这个词条还是这样说的 说由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 使得一部分人能够占有另外一部分人的劳动啊 这就叫做剥削是吧 这里头很有意思的是他说所谓的剥削 不是一部分人占有另外一部分人的劳动都算是剥削的 他是说这种占有只是因为一些人有生产资料 另外一些人没有是吧 而造成的这种占有是吧 我们知道其实历史上有一些人靠另外一些人养活 一些人占有另外一些人的劳动 一些人欺负另外一些人 欺负大量的情况和生产资料就没有什么关系的是吧 就是比如说皇帝统治整个社会 要所有的人都必要纳洋帮餐是吧 你说他叫做是不是叫做有生产资料呢 是吧 这个部分都很难说的是吧 而且我们也知道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大家知道马克思占很晚才有所谓的人类早期社会 是一个平等社会的这个概念是吧 这个概念是来自摩尔根他们的是吧 在这之前呢 马克思认为人类早期社会是一个高度共同体化的社会 是吧 也就是所谓土地公有农村公社是吧 没有私有事 这时候马克思明确讲的是吧 但是马克思把这样的社会 所以是看成的 这里我要讲 人类早期的社会是没有私有事的 这一点马克思说 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这个没有私有事的社会 是所谓的平等的 没有剥削的 这个概念倒是很满很有的 是吧 所以有了摩尔根以后 我们今天讲的原始社会 我们今天讲的什么原始社会 是个平等的无阶级社会 这种概念是很满很有的 早期马克思讲的那个土地国有 没有私有事的社会 是个非常恐怖的社会 是吧 大家知道那叫做亚西亚生产方式 或者说叫做古代中方社会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说法 这个社会是普遍努力制 是吧 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 就是皇上是吧 而且呃 存在着非常严重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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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制压迫暴力 好 那个那个恐怖 是吧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反而是一个最野蛮的社会 是吧 现在有些人因此说 马克思也带有 殖民主义的 那个对中方的偏见 因为他把这样的社会 叫做亚西亚社会 是吧 嗯 这里我要讲这倒不一定 因为马克思明确讲 其实欧洲早期也是这样 是吧 这个他并不是说 嗯 这个社会就仅 仅存在于亚洲 是吧 但是毫无疑问 马克思那个时候讲的 这种早期社会 在人类的第一个所谓的发展阶段 呃 不是后来讲的原始社会 但是也有原始社会的一些特征 就是说 他是没有生产资料持有制的 但是还有严重的那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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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 在这个意义上 到底指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看看那个 马克思的巴黎手稿 就是那个 呃 1857 到1858年的 呃 他写的那个 呃 他写的那个 实际上应该叫做 正式行其餐大章 是吧 呃 后来就是资本人的这这这这这前身 这个 这个 就是马恩全集的第46卷 是吧 上下两次 在这本书里头啊 他多次提到 呃 自然发生的 和正式性的 为基础的分配 啊 这是一种分配 是吧 是吧 一些人 在政治上 统治的另外一些人 使这个人 服从于他们自己 是吧 然后他就可以拿出来的东西 是吧 比如 那个 我要你纳粮帮差 啊 我要你为我服役 我要你怎么样怎么样 是吧 呃 他这里讲的自然发生的 和正式性的 从马克思的前 这个 呃 前后文看起来 所谓自然发生的 主要指的是 中族 是吧 就是那个 那个血缘关系 是吧 家长和家属的关系 呃 那个 氏族权贵 和氏族显贵 啊 那个那个和那个 一般的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而政治性的 显然就是指的 那个 那个专制制度下的 呃 那些专制者和他的成名之间的关系 是吧 他说啊 以人与人之间的 从治和服从关系 为基础的分配 啊 这是一回事 是吧 这是市民社会以前的 一种分配 那么市民社会以后 就先给了 以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 为基础的分配 是吧 呃 掠手 呃 这个那个那个现象 是吧 或者说至少这种掠手 已经居于 很次量的地位了 是吧 可能对于外国人还是有 是吧 但是在本国 呃 呃 那个黄帝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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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为他自己牟利的 是吧 这个市民社会中的国家 仍然要征税的 但是征税都是为了公共 都是为了公共服务了 是吧 不是为了皇帝了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 呃 这种那个 有权有势者和无权无势者之间的这种 呃 侨取豪卒关系 就 呃 就就就 或者是消失了 或者是居于次效地位 但是 当时那种 呃 市民中啊 它仍然是有不平等的 不平等就在于有些人有 呃 生产资料 有些人没有是吧 那那些没有的 呃 又要想办法和 那些有的 结合成一种契约关系 是吧 讲的简单点啊 或者我租你的土地 是吧 曾经一个租电契约 或者我受你雇佣 曾经一个雇佣 曾经一个雇佣 是吧 或者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 总而言之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说法 是吧 我们现在比较少用生产资料这个词 而换了一种 西方经济学中的说法 叫做生产要素 是吧 这是 呃 我们现在啊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的 呃 其他学科都还是说要 马克思主义指导 但是经济学啊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 的确是相当困难 那为什么呢 呃 是吧 不仅没有西方经济学的影子 甚至连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影子 都是没有的 是吧 呃 是吧 是吧 嗯 是吧 是吧 这个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啊 就是研究 那个 通过 呃 科学手段 怎么最优化的 对这个各种生产要 对这种 呃 呃 怎么怎么进行呃 人为的配置 可以达到 投入最少 产出最多 啊等等 这个叫做计划科学 他说 嗯 社会主义的经济学 就是计划科学 已经没有 政治经济学了 当时在苏联呢 这个是压倒优势的意见 也正因为这一点 所以苏联的经济学啊 他 我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 或者说计划经济的经济学 他一直是以计划科学 为他的主干的 苏联长期以来 并没有 在大学里头 并没有 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校科学 尽管 呃 三十年代 呃 斯大林间后把左派右派的 这些经济学校都杀掉了 啊 大家知道 嗯 郭哈林也被杀了 不了不然认识记也被杀了 而且 呃 斯大林 在三十年代就说 社会主义 嗯 我们还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但是当时的经济学却 普遍对此 不以为然 苏联的大学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以前是斯大林死了以后 1954年才编出来的 而 由于斯大林死了 这个问题也不受重视了 所以后来苏联 即使有了这个教科书 苏联大学经济学 我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 仍然是以 这样大家可能都知道的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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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恩斯坦 这些人都是搞的 都是搞那个所谓的计划科学的 都是大量用的是什么 先行规划呀 运筹学呀 用这些东西来搞那种 搞那种最优化计划 是吧 说老实话 如果真的要搞计划经济 搞真的是需要这样一门经济学的 不仅社会主义需要 其实在资本主义国家 它是因为它是个大企业 它内部特别需要搞这种 搞这种所谓的科学管理 是吧 所以像我们可能知道 像那个参加拉维奇的著作 以成英文本以后 也仍然有相当的影响 而且看拉维奇也是 也是中欧各国唯一的一个 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 一个专家 是吧 他们一直有这样的传统 可是我们中国就很奇怪 我们中国在改革以前 既没有西方经济学 甚至也没有树立经济学 我们中国的经济学 在改革以前 就只有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那是苏联在四大年后才编出来的 但是因为四大年死了 就没有多少人当一回事的那种东西 是吧 然后我们的教材都叫这些 然后到了六十年代 中国和苏联闹杀的时候 然后我们曾经派了几个人 像乌家培先生 跑到苏联去学那个西量经济学 但是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力 他们回来以后也没有开这门课 也没有教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的经济学 就完全没有这个计划经济的内容 很怪的 我们改革以前的经济学 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部分 反反复复就是讲社会主义怎么好 对这个计划经济到底该怎么办 是一点贡献都没有的 所以这种经济学原本来说 不仅对资本 对搞市场经济没有用 其实对搞计划经济也是没有用的 是吧 就是这种经济学 基本上就是一种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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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证明 我们统治合理性的一个 一个政治说教 是吧 你搞计划经济 他也不知道怎么定计划 是吧 你搞市场经济 他当然根本就不承认有市场 是吧 所以这样的东西 一到改革以后 就因为它特别缺少学术魅力 你就给抄到一边了 不解决任何问题 就不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 也不解决计划经济的问题 是吧 但是苏联就不一样 因为苏联中 它那个计量经济学特别发达 而这个东西 你不管怎么说吧 它是有一些学术魅力的 因为什么求解最优化方程 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也的确是一个 使大家觉得有兴趣的问题 是吧 所以他们的经济学 有好多人 乐此不疲地去研究这个问题 以至于到现在西方经济学 在他们那里 也没有像我们 这里那么一种天下 是吧 是吧 因为他们原来有这种东西 而我们是没求的 是吧 那么我们没有的结果 一旦改革开放 那个西方的那个经济学 也就基本上 重置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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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经济院系 是吧 而且我们 好像当局在其他方面 捐出四项基本原则 在经济学上好像也 也不太讲这个事 是吧 即使讲也是很少人在那里讲 是吧 那么 因此现在说实在的讲经济学 你看那经济学教学书里头 就很少提到生产资料 这个词 那么换了一种说法 叫生产要素 是吧 那么那么 这个资本家 拥有一种生产要素 是吧 什么资本呢 什么工人也拥有 拥有一种生产要素 那就是劳动 或者现在换了个说法 叫做人力资本 是吧 那么就是 你有这个要素 我有这个要素 是吧 然后我们前进的契约 我们合作 是吧 然后就 或者是受雇佣 或者是 或者是你把我雇了 或者是我租你的 是吧 那么我租你的 比如说建户 是吧 然后你雇我 那比如说雇工 是吧 这里头没有任何常识 这里头就纯粹 就是一种经济上的契约 而且这种契约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的 是吧 那么这么一来 就形成了所谓的 以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 为基础的分配 实际上 讲的就是 市场经济中 不同要素持有者的契约和交易 这就是狭义的阶级关系的实质 也就是说 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中 阶级关系的实质 那么广义的阶级呢 广义的阶级呢 广义的阶级其实 就形容 就是用于一切的不平等 这个广义的阶级 说实在的 如果太广义了 它就是和人类社会 也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是吧 就是 野兽社会中也成在成在 狼子羊都可以叫做阶级 是吧 那就有点扯得太远了 是吧 实际上马克思 他关心的还是真有的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马克思讲的阶级 从广义的角度讲 你可以说无所不包 但是狭义的讲 其实马克思设计讲得很清楚 它就是特指那种 以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 为基础的分配 是吧 也就是我们这个教科处讲的 由于 那个生产资料私有制 是吧 那么 持有生产资料的人 可以 借这个持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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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有 别人的劳动 是吧 他把这个组合一种经济关系 联系起来 而且这种经济关系 是一种 自由交易 式的经济关系 是吧 那么 那就是市场经济中 不同要素持有者的 契约和交易 形成的阶级关系 是吧 那么 以下我要讨论阶级关系 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的 是吧 那个 那个所谓的 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也算是阶级关系 这个就不在我的讨论范围内了 是吧 如果把这个也设在里头 那我可以说任何时代都有 任何 从 从那个 从 从有的细菌开始 一直到 未来的 任何时代 那 那都是这样 那已经不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是吧 那么 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 你当马克思的另外一个断言 马克思的资本任何很多数字中 他都注意到 像这样一种 以个人之间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分配啊 形式上是 自由的 是吧 也就是说 资本家 他不是农奴主 也不是奴隶主 是吧 呃 那个工人是自愿主 到那里来打工的 是吧 那么他可以解雇工人 工人也可以 呃 自由离开 是吧 这两者之间是一种 呃自由交易的关系 是吧 呃 马克思把这个叫做 形式平等 但是马克思又指出 他说这个形式平等 背后有 实质的 不平等 是吧 呃 他说啊 那个 呃 虽然没有那个疲变的几率 但是有一种饥饿的几率 使得这个无产者要 呃 服从资产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 说实在的 我们都知道的 那就是 呃 虽然这个打工 呃 没有人来强迫你 但是你不打工你就得安乐嘛 是吧 所以你还是必须打工的 是吧 呃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 这个 这是不是一个社会现实呢 当然是的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呃 尽管这个契约关系 呃 不管是独店契约 还是 这个雇佣 是吧 呃 除了广告还包括什么借贷契约 什么什么等等 啊 托款 那个市场经济中的契约 可以说无所不在 是吧 什么委托啦 啊 什么那个信托啦 是吧 等等等等 是吧 啊 尽管这些契约关系都是自由达成的 但是 在签订契约过程中的炒价还价过程中啊 实际上 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成等的炒价还价的能力 是吧 呃 可以提出一些扣客的条件 是吧 是吧 那么如果 这个劳动 或者用我们今天讲的说法 有些人的说法叫做人力资本 是吧 呃 是吧 说说说说说你爱来不来 是吧 嗯 三条腿的哈摩难倒 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是吧 意思就是说你不来是有别人来 是吧 那么那么工人当然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能力 他就很 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很牛逼 是吧 那个那个 那个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 你当然可以说这里头是不平等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虽然我们是在定契约 但是这个 嗯 这个炒价还价的能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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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不平等的 是吧 这个稀缺资源的所有者 他就比那个 不 不那么稀缺的 甚至是过剩资源的所有者 就更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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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学的一种说法叫做定价权 是吧 就是这个价格多少 由我来说的算 是吧 你没有什么讲价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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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权力 是吧 这种现象其实的确是有的 但是我们要说啊 其实这种现象它就是与其缺与否相关 而和这个要素形式本身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比方说 我们通常都认为货币资本或者物资资本 它是强势的 是吧 是吧 我由于有了那个工厂 由于有了钱 啊 我就可以 呼风唤雨 是吧 你只有人力 是吧 那你就好像得听我的 其实情况 经常是这样 但也不尽的 是吧 我们知道有一个市场就是反过来的 就是在那个 呃 那个金融市场或者证券市场上 是吧 大家要知道 如果按照我们狭义的资本家的定义 在证券市场上 谁是资本家呢 呃 就是股东 是吧 他们是资本的所有者 而那些 那些券商啊 那些什么 什么什么经纪人呢 我们通常讲华尔街的那些人 其实我们讲华尔街的那些人 主要指的是经理人 不是指的股主股东 是吧 经理人是什么 经理人并不持有资本 是吧 经理人说穿了 他们是打工的 是吧 就是我们这些持有资本的人 我们委托他们 或者是固了他们 为我们来 理财 是吧 就是处理那些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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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式把这些股东给骗子一弄一弄的,而且的确是剥离了这些股东的很多的钱。 因此在这样的市场中,你可以说这个经历人家比股东要有比,包括我们现在的股市其实也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景下,你当然就很难说人力资本就一定是弱势的,或者说货币资本,或者食物资本就一定是强势的。 实际上应该说强势的一定是稀缺的,不稀缺或者是过剩,那就一定会把这些弱势。 这是市场经济中契约达成的过程中的一个,几乎等于就是一个定律。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定律呢? 那么现在有些人就说,关于这个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当然就是有所谓的不平等的意义。 这里我倾向于像这样的阶级关系中的不平等,我倾向于不把它看成是劳资关系的不平等, 我看成是稀缺资源持有者和非稀缺资源持有者第一种不平等。 就是稀缺资源它有奖价的权利,你没有,你就得行杀。 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就被它牵着鼻子走,或者说你说你被它活跃也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用一个贬义词,那当然都行。 那么问题是我们怎么对待这种不平等呢?这种所谓的实质不平等呢? 这里我要讲,自由主义经济学,尤其是主张自由放任的那些人,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 他们认为市场调节本身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讲的简单点,就是市场经济本身它有一个刺激稀缺要素供给的作用。 什么东西稀缺?这个市场就会增加供给。 那么增加供给的结果,它就不稀缺了。 因此,如果我们大家知道今天西方的工人, 那个处境已经绝不是19世纪那种状况,更不用说18世纪了。 今天西方的那个八百国家的工人, 那无论从收入,还是从社会保障,还是从政治纪委,各方面来讲, 终于已经被欺比了。 那么关于这种现象,左派和右派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左派的解释就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由于他们缠结起来跟资本家斗争, 于是就赢得了这些大权的什么什么什么权利。 那么如果按照右派,或者按照那个 你点挺像自由放任的那些人的说法, 他们认为这种现象也是很自然的。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早期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很多的情况下, 资本非常稀缺,劳动很过剩。 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老公就比较惨。 就等于是你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东西。 所以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那个资本越来越积累的多,越来越过剩。 那么到了一定时期,这个资本就不再稀缺了。 那么当然资本家的定价权就逐渐逐渐下降。 而且那个时候,劳动相对来讲就不那么过剩了。 于是这个劳动也就逐渐逐渐扭起来了。 所以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 说你不用找什么阶级斗争。 你现在比较惨,那是暂时的。 那么只要你不阻碍资本积累的这个过程, 资本不断的积累以后, 总有一天资本也就过剩了。 那么过剩了,你的出口吃就来了。 那时候又不是你求资本家,而是资本家求你了。 那么这个说法,像这两种说法,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仔细从逻辑上分析一下, 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完全互相抬次。 我们可以讲,的确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功能地位率提高, 这两种因素可能都起了作用。 第一,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社会, 他们的工人的确有很强的谈判能力,尤其是集体谈判能力。 他们有工会,他们有很强大的在一政治下, 他们有很强大的发言权,就是国家出台了很多很多这些政策。 但是第二,说实在的,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 你出台了这政策,实际上是不管用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非洲基本上造班的这些发达国家, 因为他们是殖民社会,他们从来跟西方都接受的这些东西很重。 我们现在从这些机构一到西方,而不是一到非洲,一到柬埔寨那样国家, 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国家的劳动保障条款是非常之发达的, 比中国要发达的多。 我就见过一个中水电在柬埔寨搞修水电站的, 他就说,这么穷的国家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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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什么工会法呀,劳动保护法务啊,那就和法国一样。 那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这个国家资本太稀奇, 那的确这些法,包括工规,它能够为工人实际增高的权益还是很有限的。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说,的确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高度级续, 一直以至于到了今天,资本已经不是稀缺的,而是过剩的。 我觉得这应该说它也是一个要素,也是一个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这个市场经济本身, 因为市场经济是你什么过剩,什么的供应就会下降。 什么稀缺,什么的供应就会增加。 那由于资本稀缺,那么于是就会刺激这个社会不断的积累于资本。 那么到了一定时期这个资本就不稀缺了。 根据这个逻辑,这些人就认为,人没得加益,干预,他们认为大可不必。 那么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说实在的,这个说法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问题就在于,就是凯恩斯讲的那句话, 这个由稀缺到不稀缺的过程太漫长了。 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都是要死的。 这是凯恩斯的一句话讲。 我现在生活的那么悲惨,你说200年以后我就可以不悲惨了,200年以后我在哪呢? 我当然不会去为这200年以后的悲惨不悲惨操心。 我现在又要改善我的处境。 而如果你看这个市场经济所谓自我调节使得稀缺的不那么稀缺,那说实在来我是没有什么指望的。 那么因此在这个背景下,这个所谓的实质不平等就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大大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福利国家,指着有低福利和高福利的区别。 包括美国,它其实也是福利国家,只不过相对来言,它的福利水平比较低。 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对这个关系是没有调节的。 现在可以说,任何一个霸杂的知等主义国家,当然我这里讲的霸杂的知等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 他们都有一些,所谓的二次分配,所谓的社会保障,所谓的劳工法,对弱势群体都有保障的。 也就是说,对这种所谓的实质不平等,是不能放任不管的。 那么处理这种实质不平等的问题,是当代民主社会的一个毫无疑问的一个心章处理的一个问题。 这里我要讲,这和学习不学习苏联式的国家,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现在有些人经常讲,福利社会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的压力下产生的。 比如说,由于苏联搞得很平等,使得美国人就对他们的不平等产生抱怨。 于是就迫使罗斯福,出台了罗斯福新政。 说罗斯福是学是哪里的。 甚至现在还有人说奥巴马是学毛主席的。 大家知道在美国2008年竞选的时候,的确有很多说奥巴马是奥巴马的名字。 后面加一些圈叫做奥巴毛。 它全面加上一个N叫做毛巴马。 有这样的说法。 于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就在国内到处做广告,说奥巴马现在开始学中国,搞社会主义。 你看中国搞得多好,对美国都产生那么大的感召力。 感觉我们的那边产生得很不错的。 我觉得这完全是不说八道。 说得不好听一点,都是卖着良心在那里说的。 因为,大家知道,当年说罗斯福学是大营, 和今天说奥巴马学毛泽东,的确是有这种说法的。 但是,这样的说这种话的人,都是美国的极右派。 都是拿斯大林毛泽东作为一个棍子,作为一个恶意来敲打他们的对手。 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们搞得多糟,如果你搞福利,你就搞成他们那个样子。 是吧? 从来没有一个人赞成福利制度的人,说我们最学是大营的,或者是学毛泽东的。 是吧?你看看今天这个2008年大选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美国人穿着一个叫做什么, 大家在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可以卖这种东西的叫做什么, Anti-Albama Peace,反奥巴马 Peace,其中有一个标准的主案就是一个毛主席穿着军装的头像, 就是那个脸是奥巴马的脸,然后那里就写着什么奥巴马,或者是毛巴马。 是吧?就是那个,而且好多是中国产的,因为所谓的毛中密集型产品都是中国产的。是吧? 你们现在还可以在秀水街看到一些外国储蓄在那里, 用口转内销的那种什么,那个毛巴马衬战。是吧? 那还可以看到,那都是那些。 它那个衬战就被美国人叫做Anti-Albama提示,是吧?就是反奥巴马衬战。 说简单一点,就是因为中国和苏联这种社会的弊病,使得那些西方国家说那些极右派, 那些反对福利制度,反对保护劳工的人有了借口。是吧? 说你看,你们想搞平等,搞平等就是这种下场。是吧?就是成了这儿。是吧? 而他们最早搞这个福利制度。 这里我还想这是另外一个法题。是吧?我现在也不能讲。 我这里讲,我这里要说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是几乎就是一回事。 其实你看到亚利斯多德是怎么讨论民主社会,你就知道。是吧? 民主制度有多久的渊源,福利制度就有多久的渊源。是吧?如果再往前走,它甚至可以说, 它一直追到希拉罗马时代。是吧? 近代福利国家的产生,可以说极权国家如果有影响也是负面的影响。是吧? 由于极权国家的存在,使得反对福利国家的人有了礼物。是吧? 只是这样的关系。你比如说,现在有人说奥巴马是毛巴马。 现在美国同样有人说奥巴马是雪希特勒。是吧? 这是一样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那都是把它做为一个坏样。如果没有这种坏样,说实在, 右派还找不到那么多的理由了。是吧? 所以我要讲,在今天的民主社会中,解决这个实质不平等, 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是吧?我们不能说,只要行实质不平等, 这个实质不平等,我们就不管它了。是吧? 那么如果你要把实质不平等,用剥削这样一个贬义词来表达, 我觉得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是吧?因为这不过就是一个, 反正不平等它本身也是个贬义词嘛。是吧? 你要说这是剥削,这什么也是可以的。是吧? 而且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要解决。是吧?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发达民主社会,其实都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这里要说,全球化了以后,这些问题发生了一些变化。 包括现在什么希腊啊,这个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合可以讨论这些问题。 但是在这个,但是在那个,这一轮全球化以前,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发达国家, 实际上是解决的相当不错的。是吧?至少我要说, 比我们这些国家解决的那是强的太多了。是吧? 但是,既然有了实质不平等,当然就有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之间的斗争。 实际上好像韩家本身就是一个斗争方式。是吧? 就是在这种雇用关系中,在这种租电关系中,在任何一种契约关系中, 总是双方有出价的争论的。是吧?我是工人,我就希望减少工资,增加工资。是吧?我是资本家, 当然我就会有向凡的诉求。是吧?那么这个斗争肯定是有的。是吧? 但是我这里就要讲,这个斗争肯定是存在的。 可是另一方面,是吧?这个斗争和社会政治舞台上的那种较量,是吧?比如说左派右派,比如说各个政党之间, 比如说各自政治势力之间的那种那种斗争,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知道, 从马克思之前的米涅,极左米涅当开始,极左和马克思谈论这个问题的方式,都是我们感到, 十九世纪的欧洲人谈论政治斗争的阶级属性的时候,他们从来都是在代替政治的范围内去谈这个问题。是吧? 也就是说,当他们讲政治斗争中的各个流派分别代表某一个阶级,是吧? 这种政治斗争具有阶级斗争色彩的时候,从来都是因为政治斗争中的某一个党, 的确受到了一个特定阶级的授权。是吧?讲的简单点就是在民主制度下,比如说一个左派政党,是吧? 他提出的主张受到工人的用户,是吧?因此工人就投下选了他,让他来为工人说话。 那么又有一些,比如说保守的政党,是吧? 那么他们提出的主张更适合那个富人的利益,是吧?比如他们强调自由竞争,强调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那么的确,富人就给了他们更多的选项,或者利用富人的资金,呃,施加了更多的影响,是吧? 使得他们,啊,就是,呃,就等于是把他们追上台,为富人说话,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我们可以讲,这种政治具有了阶级政治的那个那个那个内容,是吧? 是吧?因为他们的确是受到特定的利益群体的委托的,是吧?因此你也可以讲,他们是这些群体的利益的代表。 这里我要讲,这个代表这个概念啊,它是肯定要有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在里头,是吧? 比如说,在一个诉讼中,是吧?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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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是吧?他直接争取利益的能力比较有限,他就找一个人来做他的代理,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律师,是吧?律师就是代表当事人在诉讼中争取利益的。 但是这个代表关系的成立,是以什么回条件呢?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说啊,是以初生一样回条件,是吧? 比如说工人,你就可以代表工人,农民,你就可以代表农民,是吧?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说实在的,那律师怎么能代表当事人呢?是吧? 你只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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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个工人打官司,你只有要一个工人去代表你,是吧?你一个农民打官司,你只有二个农民就代表你,是吧? 可是我们知道啊,在没有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是吧?同样的行业,同样的地位,不仅不可能形成代理关系,甚至往往形成所谓的同行志愿家这种这种现象,是吧? 是吧?同行人之间的竞争往往比,跨行人之间的竞争要更厉害,是吧?所以我们知道在劳资产判中啊,那个劳方的代表,他当然也可以是工人,是吧?只要工人真的给他受了钱,但是他往往也不是工人,这里我们不要讲西方,我们只要讲中国历史上的工人运动,大家知道二十大发工最有名的两个工人代表,也是劣势,是吧? 大家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吗?嗯?一个当然是工人,林杨天,另外一个呢? 石阳,对,石阳是谁呀?律师,他就是律师,是吧?他就是代表工人出来说话的,是吧?工人吹给了他,为什么吹他呢?道理很简单,律师就是善于干这个人,是吧? 律师可以说是一个职业代理人,他就是接受了委托以后,特别善于去整理这个东西,是吧?大家知道西方社会的议员,不管是左派议员还是右派议员,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两个职业,一个是律师,一个是记者,是吧?原因就是这个记者和律师这两个职业就特别善于为别人说话,是吧? 那如果你去找一个工人为工人代表,首先他就没有时间,是吧?第二,更重要的是工人自己也是拿资本加工资的,是吧?工人自己拿资本加工资,你就很难说他会不受资本加的影响,是吧? 是吧?真正的工人代表应该是拿资本加工资的,是吧?我们还知道,在西方的劳工运动中啊,一般来讲,代表劳工利益的都是来自所谓的非熟练工人,是吧? 而熟练工人就是我们讲的劳动模范,恰恰是被认为是工资的,是吧?因为他们往往提出的要求都是说,他们往往都是比较顺者固主的,是吧? 都是要求工人开展劳动竞赛,尽可能无私奉献,是吧?我们要这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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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干更多的活,领更少的工资,是吧? 拉革命车不松跳,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是吧?什么什么等等,是吧?老板最喜欢的就是就是劳动模范。大家不要说国有企业才是这样的,私营企业一样的,是吧? 反正老板都喜欢劳动模范,这个不管说哪一国的劳动,所以用劳动模范去做工人代表,我觉得天下滑稽之士莫过于此,是吧? 我们不能说劳动模范不是好的工人,劳动模范的确实是好工人。我做老板,我肯定愿意用它,是吧?我做国营企业管理人,我也愿意用它,但是,你要靠它来代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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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者的利益,为劳动者在谈判中争取那个那个那个优势地位,那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是吧? 所以啊,这里就要提到我们有一位朋友,他对我们今天的人大制度有批评,这里要说我们的人大制度的确是该批评,是吧? 但是这个人的批评方式很有意思,他说啊,我们现在人大制度的毛病就是因为那个,就说已经工人农民,民额太少了,是吧? 但是他非常强调进,非常反对共选,非常强调,所以非常反对那个自由选举,是吧? 他说只要当局指定多一点工人,或者指定多一点农民进人大,那么这个工人就成了主人工了,是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滑稽的那个观点,是吧? 他完全不考虑这个委托代理关系,是吧? 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国和任何一种专制国家,我这里讲的专制国家是和那个封建相对而言的,是吧? 封建不是有一个大皇帝,而是有很多很多的领主,是吧? 然后每个领主都是世袭的,是吧? 那么在这种世界上我们西州那样叫做四亲之路,是吧? 呃,那个时候所有的当权者,呃,都是贵族,是吧? 都是世袭的,可是秦始皇到了三个皇帝的时候啊, 因为他害怕这些贵族伟大不掉,他就特别喜欢提拔那些古大仇生的那些人来为他效劳,是吧? 这些叫做不一倾向,大家知道从秦汉以来,中国就出现了很多不一倾向,而且,而且专制制度是非常机会,呃,这个,非常机会出现贵族的,是吧? 因为这个,这个贵族有他的势力就,就,就,就难以,是吧? 所以他经常就是,呃,这个不光是中国,这个,呃,这个,呃,世界范围内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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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制度,尤其是集权制度,他都喜欢成那个,呃,自己没有任何根基的,是吧? 比如说,呃,就像我们,呃,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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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九十年代看到的一部监制连续剧叫做,呃,雍正皇朝,是吧? 里头就提到一个人叫做李慧,是吧? 说这个李慧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叫犯的叫花子, 结果被雍正公司,呃,呃,看到了,然后他当了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呃,为,为,为雍正,呃,叫好,是吧? 是吧?呃,其实历史上的李慧根本就是一个纳军当官的,完全是一个巨妇,是吧? 还不是一般的妇人,不是,妇,呃,大家知道在晚清纳军是很常见的事, 但是在雍正时期纳军是很少见的,是吧? 历史上的李慧根本就不是个宠人,是吧? 但是我们那个编者不知道要把雍正富贵成谁, 所以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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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创造了一个不达口身的李慧,呃,李慧是一字的那个形象。 但是这里我要讲啊,呃,秦汉以来就有故意倾向,但是大家切不要以为,故意倾向就是代表故意的倾向。 故意倾向其实只不过是政治爆发户,它一旦爆发了,它起诉故意往往比贵族还要更厉害,是吧? 呃,我国历史上有大量的这种例子,是吧?道理很简单,呃,一个主人对他的奴才当然可能不好,但是更不好的是,这个主人不能直接管他的奴才,要依靠受宠的奴才去管理,不受宠的奴才,是吧? 这不受宠的奴才对于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是,往往是要比主人还要宠恶的,是吧?大家不用说别的,大家看看《红楼梦》就知道,是吧? 所以那个奴才最坏的往往都是受宠的奴才,是吧? 所以啊,我们自古以来就有故意形象,但是故意形象绝不是代表故意的形象,故意形象维护的是皇帝的利益,故意形象几乎故意,往往比贵族更厉害。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和故意之间没有委托代理关系,是吧?不是故意委托他的,而是皇帝挑对他的,是吧? 用我们今天的一句话,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我们网络上,我们民间话语中一个最常见的话语就是被,是吧? 什么被代表,被自杀,被什么什么,是吧?这个被代表就很有可能的方态下来,是吧?就是我们不要他代表,他就强行代表了我,是吧? 然后他以我们的代表自虚花我们的钱,是吧?用我们的资源,像我们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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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呼呼呼呼呼的,是吧?就就就就就,不是我们美说他,而是他就就就就就就就以所谓的代表我们自虚,是吧? 提到我们的头上,是吧?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严重的分数。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呃,由于一个阶级,呃,由于有一些人,他的意义,如果要用别人来代表,那么这种代表是必须经过委托的,是吧? 因此,在存在着阶级关系的国家,如果这个阶级矛盾要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是吧? 那么这个国家就必须是在意识国家,是吧? 是吧?在再一次国家的情况下,那么不同的选民基础就构成了,啊,不同的这个政党的阶级属性,是吧? 比如说英国的工党,大家知道他原来的基础就是工会,是吧?长期以来他就是靠工人选票的,是吧? 那么日本的自民党,是吧?大家知道他除了那个富人以外,日本的自民党的传统的选民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日本的农民,是吧? 日本农民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投自民党的票的,啊,所以自民党就老要提出一些什么,什么反对自由贸易啊,就是那个农产品关税比锐啊,他和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些问题上往往都很厉害,是吧? 但是工人反对自民党就非常的多,是吧?那么日本共产党现在说实在的主要是依靠工人,是吧?而这个工人选民又特别是指的是不熟练工人,是吧? 这个19世纪的欧洲左派党基本上都是这样,包括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他的那个主要的制度是工人不错,但是主要指的是非熟练工人,也就是说不是那种劳动模范式的人物,是吧? 就不可能凭着他干活干得特别出色,而获取特别高的那种工资,是吧? 那个那个,因此啊,在各种政治斗争中,只有在地政治才可能以阶级斗争为实,是吧? 比如我们工人,村属一些人,藏医员,是吧?他们在议会中为我们争取利益,然后资本家又村属一些人为议员,他们在议会中争取自由放任,是吧? 争取那个反对高税税、高福利,反对二次分配,是吧?那么这些你当然就可以说构成了一种代表关系,是吧? 可是如果在没有这个待遇政治的情况下,你说谁代表了谁呢?说实在是谁不代表谁,是吧? 我们经常讲啊,那个传统社会的农民战争,是吧?比如说发生老百姓造反,是吧? 然后我们就想当然了说,这个黄帐代表了地主阶级,然后怎么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代表了农民,尤其是代表了建农,是吧? 因为按照我们以前的说法,那个,封建社会农民其实就是特指建农的,是吧? 因为按照以前我们的那个意识形态说,封建社会农的资本农应该是很少的,而且那个资本农应该是建农的后备军,是吧? 因为他们不断地在两极城华之中,是吧? 今天你是建农,明天你可能吃了一头牛,今天你是资本农,明天你可能吃了一头牛就变成建户了,所以你都是建户了后备军,是吧? 那么农民起义是地主和农民的斗争,说穿了就是建户和农民的斗争,建户和地主的斗争,是吧? 那么李自成当然是代表建户的,那么皇上崇祯皇帝就是代表地主的,这就用了什么根据啊?是吧? 凭什么这个崇祯就要代表地主呢?是吧?他是地主选的吗?是吧?那凭什么理由要去? 这里我要讲啊,他这么一个人,是吧?并不是地主选的,地主不高兴他也不会下牌,地主高兴了他也不见得就会上牌,是吧? 如果这样一个人,他会自觉地替地主着想,那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大公公司的典范了,是吧? 其实别大公司的皇帝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家天下,是吧? 是吧?就实际目的而言,他考虑的就是他一家人的那个利益,并不是什么一个阶级的利益。 而就他在嘴上说的,他会说我代表了残国人民,是吧?什么依照子民的代表,是吧? 是吧?残国人民都是政治次子,是吧?我是民之父母,是吧?这个万民皆政治次子,是吧? 如果从他的嘴巴讲,他是代表了那个不分穷富的所有的人,但是实质上,他既不代表穷人,也不代表富人,就代表了自己,是吧? 而且我们也知道,大家如果看过《水湖传》也就知道,那个所谓的农民级经常表现为什么呢? 经常就表现为一些地主带着一帮电户在那里招国家来打,是吧?就是什么装主带着一帮装客,在那里造反,是吧? 你说,你说这个装主是代表监护吗?是吧?如果装主是代表监护,那何必还要搞什么土地改革呢? 那么我们以前这个监护都天上都有他们每个人的代表,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种斗争, 呃,虽然那个时代,你也可以说存在着逐渐关系,是吧?如果存在着逐渐关系,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呃,那个时代是有阶级斗争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时代的所谓的积极斗争,和王朝政治到底有什么关系,是吧?我是非常多欢迎的。 那个时代的积极斗争啊,如果真要讲积极斗争的话,我觉得,呃,像明清时代吧,呃,将来那些逐渐关系比较发达的地方, 的确有一种电池的集体行为,叫做,叫做电池,是吧?比如说,呃,当时的确有一些地方,那个电池要求,呃,降低地主,是吧?或者说反对,呃,地主产电,啊,反对地主收回土地,是吧? 他们会有一些集体行为,比如说,呃,不要耳同的搭电,是吧?就是,就是,或者说是,呃,要求地主,呃,答应他们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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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是吧? 是吧?那么,这种电池在明清时代的确是有的,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所有的这些电池,没有一个会,呃,几乎,几乎看不到,它会有发展成为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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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朝廷的那种那种规模,是吧? 嗯,因为到底很简单,在在那个时代,呃,我们知道,至少从明清以来,中国的这个黄粮国税的负担主要是有土地的负担,是吧? 它的中国的,呃,传统之家黄粮国税的基本形式就是土地税,是吧? 基本上是平民地主和那个资更农负担的,如果你是建户,你是无负担的,是吧?你是对地主有地租负担,但是你对国家并没有负税负担,是吧? 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最容易反对朝廷的是什么人呢?是有土地的人,是吧?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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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资更农负担,当然,权贵地主就厉害,权贵地主就是有有免权的,他是有土地,但是可以付掉税的,是吧? 是吧?那么这个,这些人厉害,当时如果你是平民地主,你又是,呃,有土地的,那里就很容易要和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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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毛症,是吧? 因此,这个社会当然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个社会出现的这种民变,你要用阶级斗争,你要用阶级分析的办法去理解它,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它基本上存在的是一种官民之间的矛盾,而民间社会的纠纷在这种体制下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也就是说,在那样一个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统治与不同关系为基础的分配关系,但压倒优势的时代。 那么这个时候,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为基础的分配,它只是一种次要的分配方式。 而这种社会,它往往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统治者非常愿意抽出民间社会老百姓中,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那种不平等。 讲的简单点,它就老是说,社会的不好都是由于老百姓中的一些富人或者老百姓中的一些穷人造成的。 而我是你们的共同主的,我会为你们服务的,我会为你们主持公正的。 大家知道在法皇俄国时期有所谓的主巴科夫主义。 主巴科夫主义,大家看看这顶的书册就提到,又叫做警察社会主义。 他这个理由就是,一线政治啊,宪政民主啊,这些东西,都是只有资本家很需要的。 资本家需要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们想如何如何。 你们工人要这个干嘛呢? 沙皇会为你们做主的。 你们不就要把小时钟做事吗? 你们不就要什么什么吗? 这个沙皇会给你们的一切。 实现了这个东西,你们就得不到这一切了。 这个东西啊,大家看看那个列宁,那个列宁传记好像老板的第二片里头, 上面有一天叫做给,好像是给农民还是给农村群众的一些公开信。 有这么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冲天就是大骂这种说法的。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那个,叫做谁啊?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他就提到,这原话我就记得,叫做西方的统治者是选举的。 这个选举很不公平,因为选出来的都是富人,而富人会欺负穷人。 我们俄国人统治者,我们俄国的沙皇不是选举的。 沙皇高于一切人,一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 沙皇对于一切人都是公平的。 所以比西方的虚伪民主要伟大得多。 然后你到后面有一大段的批判。 大家看看那个练临的批判,你就会感到非常受惧化。 这个我现在就不讲这个。我只是说,在各种政治中,只有待遇政治可能以阶级斗争为主。 因为只有待遇政治,可以使一个意义群体能够委托一些政治家。 在国家政治的层面,进行阶级之间的调量。 在明清时代是可以有渐变,但是那个渐变基本上都是很小的传统。 不可能是在常国的层次。 而且这个渐变通常也是不反观的。 我们以前经常讲,这个农民战争的早期形式是只反看官,不反皇帝。 然后到了农民觉悟了以后,就杀到东京,夺了鸟灰。 也就是所谓农民战争的高级形式。 其实老实说,如果仅仅就主建关系而言,绝大多数的渐变, 那的确是代表了建国的利益,但是他们连贪官都不反。 所以更不用说皇帝了。 凡什么官处产生矛盾的, 大部分都是以自耕农和破产自耕农为主的民变。 我这里讲的破产自耕农是指, 自耕农由于科研扎税,由于财量败款,由于农民破产严重, 他们无以为继,他们破产了。 但是他们又没有变成殿的。 是这种状态的人,他们经常是成为流民,成为造反者。 这政策的建国,往往也不知道。 古代的农民战争往往都是这样的。 当然,在在义政治中,你可以看到不同政党之间的斗争, 他的最后是可以看到阶级斗争的痕迹。 但是,这个大概也是常说。 在义政治恰恰不是你是我活的。 在义政治中,第一是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是我活的。 很可能是这一次你当选了,我是反对者,但是到了下一次我就上台了。 这个完全是可以定层的。 三一政治它既是一种斗争,但是同时它也是一种多元政治。 它不可能是一部分人增加了一部分人。 这里我还要讲,在马克思的话语中,他其实是提到过资产阶级民主的。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马克思提到的资产阶级民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这里我要讲,我不敢说资产阶级情况下,因为马克思的书我也不敢说,我全部都读过的。 但是我看到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讲的资产阶级民主都是特质。 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国家都还保留的选民财产资格值。 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晚期以前,绝大多数所谓的民主国家,他们的选民资格还是有财产资格的。 就是说,你必须有多少财产,你才有权利去投票。那个时候无产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 那么由于无产阶级没有投票权,有投票权的人都是有权的人。 或者说,简单化一点讲,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因此马克思说,那个时代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 从理论上讲,都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有了普选制以后,在我的印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明确讲过普选制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 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的讲过普选制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 大家可以看看共产党宣言的前一稿,就是共产主义的同盟纲领草案。 在这个草案中,马克思就明确讲,宪章派提出来的普选制。 大家知道,宪章派提出来的六条要求,其中没有一条是什么公有志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 宪章派提出来的六条要求,就是现在英国选举的规则。 就是那个废除财产之格式,实行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的初选权,什么什么等等。 这全是这种要求。也就是全是关于政治民主的要求,没有经济方面的要求。 但是,但是,在这个草案里面就明确讲, 现场派要求的实现,在英国就等于是公民阶级的阶段。 是吧,他从来没有讲这个普选制是什么资产阶级。 是吧,我们现在有些人说,虽然有了普选制,但是这个选举是要权的,是吧, 或者说,这个选举是要宣传的,而传给一个控制,但有钱的人求你,什么什么。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绝不足以说明, 古产阶级的这个权力是等于没有的。是吧,而且老实说, 现在的这个发展民主社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说实在也想到不少干了。是吧, 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么总而言之,在这种在义政治中,首先,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吧, 乃至国防阶级的代表,也就是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 这些有什么意思我活的关系。那么更重要的是,是吧, 这个阶级代表之间,一个阶级内部的代表,那当然更谈不上你是我活。是吧, 这些代表很简单,是吧,在这种体制下,你是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 不是由你说了算的,而是由无产阶级说了算的。是吧,在竞选的背景下, 是吧,无产阶级如果扶了你,那你就说,你杀了别人,不管用了。是吧,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可以知道,呃,这里我要讲民主政治家的资政家,呃,政治家往往也很庸俗,是吧, 因此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政客,是吧,政客其实在西方语言中就是个贬义词,是吧, 政客并不是什么特别包装的人,我们也不能说他就不想杀别人,是吧, 是吧,但是在他们那个,他们那种政治中,不仅党系关系中没有你死我活, 党内斗争更不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是吧,到底是什么呢,到底很简单嘛, 无论是工会的代表,无论是工会的领导臣,还是任党的领导臣,都是民主竞选出来的,是吧, 你妈妈他管什么用呢,是吧,那么,只有这什么情况下容易产生你死我活呢?就是这被代表的场合,是吧, 是吧,我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不用无产阶级承认的,是吧,很简单,谁要否认,我就杀了谁,是吧, 那我就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表,是吧,如果你说我不是,你不是,你说我不是,我就不杀你,是吧, 然后,当然你们不说,哎,那是,是吧,所以是,我就是代表了,是吧, 然后如果有一个人想跟我抢这个代表这把交易,我就杀了他,是吧,我一旦杀了他,我就是当然的代表, 他如果杀了我,他也是当然代表的,那如果是这样,那当然这就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了,是吧, 所以你看,那个俄国1917年以后,那么多的贵族流亡,斯大林不去追究的, 但是,托罗斯基,他跟托罗斯基的关系,他真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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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死我活的,是吧,后来托罗斯基,呃,失败了以后,有亡的国外, 常常故意不饶,最大了十几年之久,最终,托罗斯基逃到地球的那一面,是吧, 在墨西哥的叫什么角落,还是被他派出一个刷手区,用用用用稿子把它给处死了,是吧, 为什么,是吧,道理很简单,是吧,因为,因为,因为,他和那个托罗斯基啊, 斯大林在托罗斯基啊,呃,都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是吧, 无产阶级被他们代表的,是吧,那么,无产阶级被他们代表, 这和无产阶级无关的,和他们两个人,那个人是有关,是吧, 他只要把,他只要把,呃,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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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跟他争这个宝座的人杀掉,他就是代表了,是吧,是吧, 这和,说实在的这和古代抢皇帝的宝座没什么区别,是吧, 我宰了你,我就是皇帝,你宰了我,你就是皇帝,是吧, 是吧,这和大家选不选你,是没有关系的,如果选你制就不会是这样,是吧, 所以啊,我们就知道,这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恰恰就是这个阶级斗争很不发达的一种表现,是吧, 阶级关系很不发达,阶级代表很不发达,还是那种传统的皇帝政治,是吧, 争夺无产阶级代表的资格就跟争夺皇帝的宝座是一样的,是吧, 所以当然那就是你是我活的,是吧,我要杀了你,你要杀了我,是吧, 那么如果你是争夺一个公会领袖的职位, 而且是那个西方那种选举委托产生的公会,是吧, 那么第一,你杀了他也不管用,是吧,你杀了他人家不选你,你这样白杀,是吧, 第二,那种制度也不允许你随便杀人,是吧,那当然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第二个阶级,是吧,通常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敌对阶级,是吧, 比如说工人和资本家,比如说那个出租土地的和租路土地的,是吧, 比如说债权人和债户人,是吧,比如说等等等等,是吧, 通常都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利益, 因此啊,这种斗争它肯定是一种斗争,但是这种斗争通常都是伴随着, 随时随地伴随着妥协和合作,是吧, 积极斗争和积极妥协、积极合作,在积极斗争这个狭义的范围内, 其实是不可分别的,是不可分割的,是吧, 只要有积极斗争,我这里讲积极斗争不是抢皇帝宝座,是吧, 抢皇帝宝座那是没有妥协的,是吧,那也不可能有合作,是吧, 怎么可能两个人合作当一个皇帝呢,罗马好像有, 但是中国是大概不可能有的,是吧,那么两个人也不可能在皇位上妥协,是吧, 但是这个方会和工会妥协,资方和劳方妥协,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出公方和成都方妥协,在权人和在务人妥协, 这几乎是所有的斗争的,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吧, 包括现在这个欧盟也在进行什么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谈判, 你说这个谈判最终的结果是债务人发掉债权人了, 但是债权人发掉债务人了,是吧,不可能的,是吧, 而且结极豆争也不可怕,我觉得我们现在会言结极豆争完全没有必要,是吧, 说结极豆争就会导致很极座,其实极座的都不是结极豆争,是吧, 毛泽东和柳道奇的豆争是结极豆争吗,和彭德华的豆争是结极豆争吗,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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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因为不是结极豆争,所以毛泽东会把柳道奇整死,是吧, 如果是结极豆争就不会了,是吧,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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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我活的豆争, 往往都是皇前争夺,恰恰不是结极豆争,是吧,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必会言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老公的处境很大,我们就是要为老公媒权,就是要为老公牟利,是吧, 这个弱势者有些那个那个该争取的利益,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的为他们争取,是吧, 那为他们争取应该是得到他们授权的,是吧,应该建立一种在意识的机制,是吧, 否则我们主观说要为他们如何如何,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意识给强加于他们, 那搞不好又是那种被盖表造成的那个那个灾难,是吧, 那么,阶级豆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用不得回避的,是吧, 而且阶级豆争的发达说实在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呃, 是社会文明化的一个,呃,非常粗粗的那个那个表现,是吧, 一个文明的社会其实恰恰就表现在,呃,有权者不能随便欺负无权无事的人,是吧, 是吧,呃,出生,呃,有没有权势,是吧,有没有政治背景,呃,都不再成为社会分层的那个基础,是吧, 是吧,这个社会除了,呃,你比较富国,比较穷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不平等,是吧, 是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我们讲的这种阶级斗争, 或者说阶级斗争就会成为这个社会斗争的一个比较主流的形式, 而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将是一个呃,呃,非常文明的,呃,也是非常发达的社会,是吧, 而且,我还要讲一点,正是因为在所有的关系中,阶级关系是最容易合作,最容易妥协的关系, 因此从理论上讲,阶级关系如果能够淡化和掩盖其他的关系, 反而是一种好事,那比方说,一个多民主国家中,这个民主矛盾,或者说一个多元宗教中, 不同宗教时间的矛盾,如果很尖锐的话,往往会,呃,导致这个社会的极度不稳定, 甚至导致国家的解体,是吧,很多多民主国家都是很难建立国家认识的,是吧,呃, 建立的也不稳定,像前苏联,像南斯拉夫都是这样的例子,是吧, 那么也有一些国家,它可以成功的建立起中印度的国家认识,是吧, 富的国家,这方面的例子就是美国,是吧,美国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是吧,那么穷的国家,这方面的例子就是印度,是吧,那也是一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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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宗教语言各方面的那个多元化, 那是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是吧,这个国家的整合非常的困难, 但是这些国家能够整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民族中都存在着那个阶级政治的多元,是吧, 那么这个阶级的关系,这里我要讲阶级的关系绝不可能是和民族关系是一回事,是吧, 是吧,毛主席以前有一句名言嘛,是大概是1963年的时候, 讲那个非人运动的时候他提到,他说,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 在美国压迫非人的只是白人中一小说资产阶级,是吧, 那意思是说美国的工人阶级是不要迫非人的,这当然是胡说了,是吧, 我觉得民族矛盾肯定不是阶级矛盾,是吧,而且那个强势民族中, 最容易歧视少数民族的,往往是强势民族中的弱势者,是吧, 讲得简单点,最容易排斥少数民族的是白人工人,是吧, 这和我们城里人排斥那个打工的,城里的工人排斥农民工是一样的道理,是吧, 大家知道包括美国,自己有过排华,排华是谁搞的, 这是美国的工会搞的,美国的工会对排斥移民是非常厉害的,是吧, 这个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包括现在的欧洲也有这种现象,是吧, 就是那个,廉价的劳动力,外国的廉价的劳动力进来,资本家才发不得呢,是吧, 但是工人就非常是反对,是吧,所以工人就要去驱赶他人,这个这个, 包括当年那个,那个也是这样的,是吧,但是美国的,但是美国的, 虽然那个美国的,呃,这里我要讲美国其实所有的人都是移民, 但是这个话又说过来,正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你才做过好, 那我可以组织我自己的工会,是吧,所以那个,呃, 新移民他组织了新移民的工会,然后就跟老人, 那个老工会之间产生那种,那种斗争,他又维护了自己的权利,是吧, 那么,但是这种,这种斗争呢,它有一个,呃,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个阶级矛盾绝不是民主矛盾,阶级矛盾还比民主矛盾好解决得多, 但是阶级矛盾呢,如果你能够把它充分地显现化,常态化, 而且不要搞得你准备活,它往往可以有效地遮蔽和淡化那个民主矛盾,是吧, 说的简单点就是,在这个政治阵营以阶级或者以经济意义来划分的这个社会,是吧, 那种不理性的整理,就比较难以成长,是吧,像印度这个国家, 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呃,现正民组织的国家,一开始就是多党制的, 而且它这个多党,是左右的多党,是吧,不是什么一个民主一个党,是吧, 那么这个国党制啊,我觉得对印度这个多民主国家的总部是有非常大的意义,是吧, 我们都知道,印度的有一些,印度的民主矛盾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由于印度的民主矛盾很厉害,就造成了有一些邦,或者有一些民主, 它就特别喜欢某一个政党,是吧,比如说,印度的孟加拉人, 和马达亚人,就特别喜欢印度共产党,是吧,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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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西蒙加拉帮,呃,呃,呃,那个柯拉拉帮和,呃,西普拉帮, 这三个帮,几十年来大部分时间是,是印度马在那里,是吧,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印度马从来不认为它是代表孟加拉人的, 或者是代表柯拉拉帮人的,因,平共,一直认为它是代表全印度的无产阶级的, 或者说是全印度的卓奉人民的,是吧,尽管其实除了这三个帮以外, 它在其他地方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它的党中央一直是设在这里的, 并不是设在这三个帮,是吧,而且它们历任总组织,是吧, 都没有一个是孟加拉人,是吧,说实在,如果印度共产党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党, 它在西孟加拉帮执政三十几年,西孟加拉帮脑就独立了,是吧, 这个这个,而且孟加拉人,我在其他场合讲不了, 它在印度历史上是有脑独立的传承的,是吧, 但是印度由于它不是应该按照种族,而是按照阶级, 而只是按照左右来发生政治的这个社会,是吧, 因此它成功地用这个东西化解了, 你看那个,孟加拉人选英共,选英共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不满意中央政府,是吧, 说实在地,我觉得很难说是因为它们对共产主义有多少条件, 它们就是不喜欢那个德里林那帮人,是吧, 然后我就选一个反对派来执政,是吧, 但是反对派在英共啊,在孟加拉帮执政三十年, 其实是使孟加拉帮的印度意识和印度国家认同, 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而也不是使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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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孟加拉帮越来越能够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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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倾向有几率, 是吧,美国其实也是一样的,是吧, 美国每一次选举都是一个种族大融合的过程,因为你每一个党你都不能指,比如说美国的多数是白人,黑人只占百分之十几,可是在白人的两党市军立体情况下,这百分之十几的黑人选票就非常重要,因此双方都非常要争取黑人选票,而且双方每一次选举都要标榜那个黑北团结, 我总统是白人,肯定找一个黑人做搭档,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我要讲,美国黑人进入政界很少,在南北战争以后就有黑人成立军官,成立联邦政府公务员,后来官做得越来越大,大家知道像国务卿赖斯,像参谋长联系会主席鲍威尔,那都是黑人,但是他们黑人当了那么大的官, 这意味着黑人的地位的提高和种族关系的那个缓和吗?你要问美国研究种族关系的人,他们是不这么认为的,是吧? 因为这道理很简单,这些官都不是选举产生的,是吧?这些官都是总统任命的,那么克林顿任命了赖斯人当国务卿,充其量你只能说克林顿很开明,是吧?你完全不能说白人是很开明的,是吧?那么鲍威尔也是一样,是吧? 但是你衡量这个种族关系的指标是什么呢?在美国很重要的就是那个选举官,如果出现那两个黑人,是吧? 这就表明不是某一个皇帝的,不是某一个皇帝开明,而是整个白人群体都认可了这个事,是吧? 在这之前就已经有黑人兜长,黑人市长,黑人议员,这都是选举产生的,是吧?那么当然奥巴马就更用说了,是吧? 那么就是在这一次选举中这种东西就越来越化解了,这里我要讲啊,政治一面我刚才讲的,这个阶级关系它比较容易口协,是吧? 是吧?我们正在讲民族关系,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个话是我们的一种追求,才也是政治正确的。 但是你要认证其实很难的,因为例子上,一个民族赶走了另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民族消灭了另外一个民族,比比皆是,是吧? 这根本就不是,你很难说,一个民族就为什么就不能驱逐另外一个民族,是吧?就不能屠杀另外一个民族,是吧? 是吧?真正离不开的,说实在,早是工人离不开资本家,资本家离不开工人,是吧? 这个至少是真的是离不开的,是吧?我这里要讲,即使你是共产党,你把资本家赶走了,照样有一个投资者,是吧? 这个投资者可能是国家,就是那个吉拉斯讲的那个什么新阶级,但是反正不可能所有的工人都当老板,这是肯定的,是吧? 你老板和工人带什么讨价还价,他也不是把对方杀掉为权利的,是吧? 灾务人和债权人当圣子这样,你看现在那个欧盟和希腊谈判,是欧盟想杀了希腊,还是希腊想杀了欧盟,是吧? 他最终好像是要谈出一个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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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欧盟关系,大家双方都能接受的,是吧? 但是如果是民族关系,你就很难这样处理,是吧?这是第一。 第二,这个阶级分界,它也是很灵活的,你今天是穷人,明天你过来就不是穷人,是吧? 你如果是个少数党,我这个少数党,但是我对我的主张有充分的信心,我相信我可以说服大家,那未来我可能可以多数党。 可是如果我是少数民族,我再也没有信心,我也不可能设想我将来会变成多数民族,是吧? 我真有信心,我只能...我只能走掉,是吧?我只能什么分离啊,独立啊,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甚至第二个,第三个,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阶级关系说话的就是吵架还价的关系,是吧? 吵架还价的关系是比较容易得中的,是吧? 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说实在的那个...纯粹的左派党,右派党都很少,是吧? 大部分的党都是中左党,中右党,或者中中党。 可是两个不同文化,两个不同民族,你就很难,是吧? 你比如说,我一左一右,不左不右都是可以。 但是你说,我一汉一围,这怎么说,这个怎么能说呢?是吧? 这个就是这个,除非是汉没冲昏,是吧? 但是汉没冲昏,这个东西也是不能提倡的,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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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吧? 在第四,所有人都是其他矛盾的。 他不是,我说穿了是不讲理的,因为他基本上起源于一种感情,是吧? 说穿了,比如说我对这个民族有认同,那就像我认同,那就像我爱我妈一样。 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是吧? 我爱我妈,既不是因为她,呃,这个为人特别好,也不是她特别有钱,也不是她长得特别漂亮,也就是因为她是我妈,是吧? 这没有道理可讲,如果你要被别人认,认认,说我妈如果说美大,我妈又聪明,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没有什么话可讲的,是吧?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国家认同老是建立在什么炎黄子孙,你是炎黄子孙,他是陈吉思汉的子孙,这个人又是什么什么的子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非常危险。 因为这个东西根本是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融合的,他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是吧?而且也没有什么道理,是吧? 但是如果是经济发信,他就可以讲道理,而且可以讨价还价。 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都不可能完全百分之百的实现,当然可以妥协嘛,是吧? 是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资源是分之的珍贵,就是它的普世主义,它的普世价值。 这里我要讲,我们中国这几年普世价值成了一个,好像是敌对势力主张的一个,我觉得这真是华天下不大气,全世界的所有主义都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加普世的,是吧? 这是,这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的,是吧? 马克思主义,它出现阶级斗争,它强调普世原则,这对于一些存在着宗教,存在着民族,存在着这些称逐的国家来讲,应该是一个值得贴倡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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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 但是,之所以它值得贴倡,原因就在于,我刚才讲的阶级关系,比其他这些关系容易除,是吧? 这些关系很容易可以妥协,很容易可以合作,是吧? 我们知道,工会和商会很容易谈判去达成协议了,但是你让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达成协议那非常的难,是吧? 你说那个左派右派思想,它可以在民主社会共神的,但是老实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就往往要搞宗教审判,是吧? 是吧?不是我杀了你,就是你杀了我,是吧? 是吧?不是我杀了你就是你杀了我,是吧? 是吧?把这个左派右派的思想就搞成像那个中世纪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不是我要杀死你,就是你要杀死我,是吧? 是吧?这个这个这个就不能共神,这样的结果,由于这种极端的专事在每一个民族中都造成了大量的受害,是吧? 这个受害本来不是针对某一个民族的,但是在存在着这种民族成见的情况下,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事都容易被一个民族归,归罪于另外一个民族,是吧? 使得这个民族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产生越来越大的问题,是吧?大家知道,其实不管苏联也好,男子拉夫也好,一方面它要制止少数民族的独立,制止少数民族的分离,增加民族主义,但是同时,这些国家也给少数民族提供了很多援助,是吧?说实在的一点都比我们少,是吧? 是吧?我们知道中央那些国家,像南斯拉夫的什么科索沃那样的地方,在社会主义时期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是吧?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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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给的也不也不少,是吧?但是你说他们会感谢你吗?是吧? 我们不知道铁波当时还搞了一个最极端的民族平等,就是他死了以后,他规定,铁波当然是中国人总统,但是他说,我死了以后,我们南斯拉夫实行民族平等,八个联邦主体轮流,每人轮一年,当那个,呃,那个南共联盟的主席,呃,呃,呃,南联邦的,呃, 呃,中西班主席,就是国家主席,还有南联邦的部长会议主席,就是政府总理,都是由八个联邦主体,每人轮一年,是吧?你说那是高度的民族平等吧? 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每一个民族的人都不是进展出来的,都是由党中央认定的,是吧?我认命,乌兰夫代表蒙古族,我认命,随随随随随代表,呃,什么什么什么族,是吧?这和你们的全体完全没关系的,所以,尽管他讲的这么平等,没有一个民族是满意的,而且也没有一个民族把坐在那个,那个脚椅上的人当作,当作真的是代表他们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民族的人,他们都认为, 那不分,就是代表共产党,是吧?那么这个,这个,这样的结果,是吧?这样的结果导致这个,这个民族一旦一自认同,一旦形成,是吧?又有没有它这个联邦体制的问题,是吧?那么当这个集权体制一旦控制不住的时候,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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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那样,是吧?而且在这种背景下,你强势民族给它好住,它是不,不认为,它是不会感恩的,到底很简单,它是不认为,它是不会感恩的, 它是不会感恩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黑人不会因为,那个,什么,呃,麦斯和,和那个,那个,和那个,呃,鲍威尔,呃,当作大官,就认为是白人的战役,是吧? 中其量它只认为是,那个,那个,那个皇上的战役,是吧?那个,那个,那个,因为它不是人选的嘛,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南波拉夫人也是一样,是吧?我这里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那个,呃,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时是个俄罗斯人,但是他长期在乌克兰工作,他其实也是出生在乌克兰的,有人说他是乌克兰人,实际上是指的他是,嗯,他是在乌克兰这个土地上出生的人,但他本人是一个,嗯,俄罗斯人,那么他,他在1964年,那个,能无合并三个周年的时候,为了,为了, 呃,表示那俄罗斯人的,那个,那个,那个,呃,对乌克兰人好,就宣布把俄罗斯人,但多数,而且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乌克兰土地的,克里米亚,呃,隔给了乌克兰,是吧?就作为礼物,送给了乌克兰人民,那乌克兰当然输下去了以后,他就不会吐出来的,而且当然了,这是很不错的,但是他也不会感谢俄罗斯人,因为,这是赫鲁晓夫的主张,不是俄罗斯人的主张, 是吧?而且俄罗斯人其实是很不满意的,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在联邦中吃亏了,是吧?你看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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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给了那么多东西,而且不经过我们的诚意,是吧?而少数民族,他不会认为这是俄罗斯人对他们的善意,是吧?但是,斯大林屠杀了那么多,呃,斯大林实在死了那么多的少数民族的人,少数民族的人是把这个账算在俄罗斯人头上的,是吧?他不会算在斯大林的手上,是吧? 而斯大林对他们的好处,他们不会站在俄罗斯人头上,他们只会站在某个平导人头上,是吧?这是这种体制下的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此你会发现最终的结果就是,不管你最大好也罢也罢,坏也罢,他的弥行品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终,这个一旦适合这个政治气候,一旦形成,这个国家就非常的难以为,是吧?而这些国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强调民族平等,但是绝不承认 绝不承认左右平等,是吧?比我左的,我要增压,比我右的,我也要增压,是吧?但是,我可以不但承认,而且人非的扶持一些,所谓的民族认同的那个多元性,是吧? 最终,我要讲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搞了那么长时间,是吧?实际上阶级已经是个不容会演的事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吧?但是,我们这个,呃,以前那种,是吧?呃,在那个集权制度下,是吧?呃,这个阶级,呃,没有代理事,是吧?呃,这个这个,每一个阶级都是所谓的被代表的这种状态,是吧? 是吧?而且这个被代表之间,为了争夺代表,这个交易,就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吧?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像这些现象啊,我们都要,通过改革,来再次解决,我去讲解决,谢谢 呃,那个拜拜 呃,还是北吴杰53ę deber来到去 Spit¬ cosas 呃,呃,现在进入职 Bernabe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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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水,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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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rr 后来那个故事宣伦克翻开过俄罗斯的图马选举,后来放弃这件事,因为他从中间出问题。 这样就是纳税,他其实是大义政的这个产入,后来为什么对你的这条状态呢? 嗯,这是我来讲。在俄罗斯的图马选举中,这个布尔什维克是不是得到了俄罗斯的图马选举多数的票,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如果他得到了,他就在这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吧,但是据我所知,那个布尔什维克本身当然他是一个,反正他不是一个完善的单一字了,他本身是一个等于是美国走向单一字的第一步,是吧,而是一个,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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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美国的专制制度,而且,呃,在这个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也没有赢得,那个多数无产阶级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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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是吧。 嗯,据我所知,当时俄国,呃,农民主要选的是社会革命党,而工人主要选的是那个,那个,孟主维克。呃,俄国的工会啊,主要是孟主维克控制的,是吧,这个大概大家了解,呃,俄国是,就知道,布尔什维克,说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朝明党,是吧, 他的主,主要成员几乎说是,呃,用我们现在的一句话讲叫做海外敌对势力,是吧,就是就是基本上那些人都是流亡在国外的,呃,那个在国内真正搞工婚运动就都不出场了,是吧, 以至于到了,甚至连苏维埃,那个苏维埃一大的时候,呃,刚成立的时候也是孟主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呃,占主导的,是吧,我们大家知道那个列宁说,二月革命以后出现两个政权,呃, 由于我以后要,呃,另外场合才可能讲的一些因素,他后来他在那个苏维埃中的那个力量才越来越大,但是后来他就不保选举了,是吧,甚至把选举出来的利益文艺用枪杆子驱散,是吧,那后来呢,党人的工人都是,都是被他代表的,是吧,而不是他的,而不是选他出来代表的,是吧,而不是他的,而不是选他出来代表的。 那是选举的招,纳粹当然是得到了选举的委托,问题就在于他上了台以后,他就取消了这个提示,是吧,他就把反对党也取消了,把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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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制度也取消了,因此以后他就不再次了,是吧,其实我觉得民主选举如果选出一个坏人,或者选出一个,呃,不恰当的一个,呃,一个,一个,一个结果,其实并不可怕,只要这个选举是持续的,我这次选错了,我下次把它选下来,是吧,最怕的,是吧, 他在这选上来了以后,他就把这个制度取消了,是吧,所以西特勒的灾难呢,实际上是因为它取消了民主制,而不是因为民主制本身。 这里我还要讲,其实民主制度选出西特勒是经常人们举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其实是很少见的,是吧,甚至就是苏联,我们大家知道那个立下会议,他选出来的多数派是民粹派,就是社会民主党,当时他任何国的第一大党。 这个民粹派就它的理论而言,你不能排除它有专制的因素,他上台以后,他会不会搞那个,就是早期革命民粹派主张的那些很,很极端的那种主张,那的确是很难说的。 但是当时的民粹派,说实在的,已经表现得非常的社会民主党化,当时他们是已经放弃了和1880年代以前的他们的,比如说恐怖主义啊什么什么的这些主张的,是吧。 后来他们会不会不再主张,谁也不知道。问题就在于,俄罗斯后来走向专制并不是在民粹派手中走向专制的,是吧,并不是在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所能走向专制的。 俄罗斯在,用枪赶子解写了立向会议的,当时并没有得到多数票的,当时只得到20%的选票的,这个布尔什会克所见的专制的,是吧。 所以这可什么民主产生专制完全不并不自身。 刚才最后一台队议的举手给他一个机会 我觉得它即使像铁拖那样 就规定几个少数民族人流当总书记 恐怕也不见得就是这个民族关系就真正缓和了 因为不管是谁当总书记 其实都是一小一小的那个箱子里头确定的 你可以说这个代表的人数太少 但是就是这一个人是不是就真的是 那个维族人的代表呢 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反过来讲汉族上的那是绝对优势 你能不能说那他们就代表汉族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 说翻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什么名额多少的问题 正如现在很多人说 这个里头的那个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朋友就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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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个工人的代表太少 应该再把一大阶劳动模板选进去 是吧 你选了一大阶劳动模板 到底这代表工人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是毫无意义的 是吧 只要这些代表 不是那个工人中通过性能产生的 而是认定制的 是吧 认定出来的代表是真的代表吗 说实在是在我看来 他只不过就是不同的名词 是吧 而且我也不认为我讲的是很新的 说实在 我这阶级的理解 其实是更近视于这个阶级这个概念 在当初人们对他的理解 是吧 实际上我不过就是还原了 这个这个这个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些这些概念 在来它产生的时候的 那个情况 是吧 我们也知道阶级就是在 自明社会市场经济中产生的 阶级斗争就是以在意政治 在意政治的方式进行的 当初其实就是这样 是吧 至于你现在认为 比如说 我们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这个期间 什么太多的苦头 我们要回避这个词 发明一些什么阶层的社会集团 我觉得这当然也可以 这些东西说 它都是约定属成的 它本身并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 是吧 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吧 我觉得这比用什么某一个名词可能要 可能要更重要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内容再来 小老师您好 听到您的 您讲我们的感觉很多 然后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 马克思他当初在 在解读和预测 这种社会发展的时候 他还看到说 因为自动家对于市民价值的这种追求 会导致社会力 并列成两大阶级的阶级 并且这两大阶级之间是民主猛活的 然后风云阶级 无产阶级 只有就是从资本家手中 索取的需求资料来 或者资本家解放成 就是这种很重要 但是在现实的 西方那些发达资本人类的 国家现实的发展的路径里来看 马克思所说的 不可调和 但是最终是调和了 劳资之间 从以前的内容 我们坚持对立 走向一个 协商调和 然后这和 第二国际 国安斯坦 他们的一些观点 是有相似的地方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们的 就是第二国际 他们那些主张的胜利 然后如果 他们怎么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么去看待 西马也好 包括 工程国际 对他们第二国际的一个 批评 批评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老族协调的这个方向 是否 是在走向 马克思所预测的 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 就是自由全面发展 是不是在走向这样一个 趋势 我觉得我们不必把马克思的每一句话都神圣化 是吧 马克思说 这些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 如果是指的自民社会中的这种 我刚才讲的这种关系 那显然是不是的 但是马克思当时为什么真的讲 我觉得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原因就是当时在马克思生命的绝大多数 其实基本上是一直让他死的时候 在多数的欧洲国家 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被财赐在在意政治之外的 是吧 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时候 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还没有实行普选 是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那个 其实恩格思成文讲的很清楚 这句话是 我觉得他就是已经解释了什么叫无产阶级的 他说 由于这个选民都是有财产资格的 因此选择来的人肯定是代表有财产的人 我们无产阶级肯定是不能干假的 那不能代表怎么办呢 你不能玩再一阵子 他当然只能玩暴力革命了 是吧 那么玩暴力革命就当然 马克思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无产阶级只能通过 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内战来获得 他的解放 是吧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当然那就是你只我 那如果要打内战呢 还有打内战呢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是吧 最后来到了恩格斯啊 其实我倒真不认为恩格斯 后来的那个事件有多大的变化 是吧 因为假如说这个统治者 再次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 那恩格斯当然是会主张的代表暴力革命 说实在是连第二国系都是这样的 是吧 第二国系的逻辑无非就是 你跟我玩民主我也跟你玩 你跟我三次我也跟你三次 大家知道 那个社会民主党在法西斯上台的时候 他们是主张武装被抗的 是吧 而且大家可能知道那个 欧洲法西斯时代的那个最大的一次反法西斯武装棋 就是那个1934年维也纳公文棋 那就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 是吧 社会民主党他不是干地啊 是吧 我们主党干地是和平主义的 说你对我暴力 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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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暴力 社会民主党他只不过就是主张搞民主 我就跟你玩民主 是吧 但是如果你把我民主全力剥夺了 那我还是那你跟我来暴力 我当然也就跟你来暴力 是吧 这一点我觉得和马克思时代 其实没有本质的变化 只不过就是马克思时代 实际上无产阶级是没有那个参与战 是被第一次政策给排斥了的 是吧 所以他就不太讲那些东西 刚才其实也讲了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他讲那个 宪党派人的主张 如果实现了 那就是德国的 那就是英国无产阶级的解放 这里我要讲 马克思 这就说是马克思讲的 不是马克思讲的 恩克思甚至没有说 通过议会我们可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 恩克思刚确就说 实现了普选 这就等于是无产阶级的解放 是吧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现在整个欧洲都是无产阶级的国家 是吧 那应该是无产阶级都解放了 是吧 呃 实际上他 他当时讲 这个话少就讲过 是吧 这个是好像是1847年 我的印象是 是吧 只不过那个时候实际上没有这个事 所以他们讲的比较少 讲的多了还是怎么搞提议啊 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那么因此真正到了后来 呃 这个西方人实际上的普选权 这个议会政治处级到无产阶级以后 呃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也好 包一个面也好 你死我活也好 大家就不讲了 不讲也不是因为 呃 思想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而是因为他实际上就是呃 就是这个关系其实就已经不是这样的关系了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不仅 第二国既不是干地主义者 就是自由主义者 不是干地主义者 是吧 我觉得就是美国在宪法中都规定 就是如果统治者来暴力 我们就可以把它呃就推翻了 是吧 而且大家知道美国当然我们不一定赞同 我也觉得这个制度很有毛病 就是那个美国主张公民持枪的 是吧 这个主张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如果你对我来碰着 我就可以拿强来对付你 是吧 而且我还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马克思除了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私有私的国家 对这个制度当然他是不感兴趣的 马克思对美国的政治哪 包括对美国公民持枪权 都是高度评价 是吧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啊 说如果我们都像美国人一样 是吧 每个人家里有一杆枪和50发子弹 哪一个统治都敢取消政治自由 是吧 这一句话这是马克思的名言 而且我们也知道 公民持枪不搞军队 这是欧洲无产比级政党 欧洲左派政党的传统的政治主义 是吧 一直到十月革命 或者说一个还是这么讲的 所以十月革命以后 他们最初是不要军队的 他们只保留了自卫队 是吧 后来或者打内战打起来了以后 发现自卫队是无合之中 是上不了残疑面的 结果就搞红军了 他们发布了一个 关于建立功能红军的命令 这个命令中就提到 说现在因为要打内战 我们要暂时要建立功能红军 但是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就会背处这个制度 改为全民武装 就是每个人都持枪 是吧 所以 当然我并不认为 美国现在这种持枪权就是值得赞扬的 我其实也不同意这样做 但是如果要说的话 这个制度是最近是于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头讲的 是吧 就是无产阶级不能借用 那个国家机器 而应该摧毁这个国家机器 包括不保防备军 不保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我倒觉得这个事情呢 其实很难说是一种改变 很大程度上改变的其实是欧洲本身 就是欧洲从一个非普选制的欧洲 变成了一个普选制的欧洲 至于马克思和后来的这些人 当然他们的思想是不同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有根本的区别 我倒是觉得很难说的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所以今晚我们的享受就到这里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讲一声 感谢秘惠老师到晚 让我们的支持我们的享受 谢谢 请大家 请关注马克思主义地语 让他一定会发展的事业讲座 我们接下来会让大家评线 回到天才的讲座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